好 那么说完了这个模型管理器 对象之后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点 这个点就叫原选项 什么叫原选项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 之前的话 我们定义完模型类之后 对吧 模型类对应的表明的格是什么 默认格是什么 是不是应用名 对吧 应用名 应用名 那我们这边就是book test 下号线 模型类名 小写 模型类名小写 这就是这个模型类对应的表明 那么这个时候会出现一种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当你的应用名一旦改变的时候 一旦改变的时候 比如说我把它改掉 我把这个模型类名呢 我把它改成这个book test 2 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你一改这个应用名之后 这个模型类对应的表明呢 就不叫做book test 2 它叫做book test 2 那么就会导致 但是我的这个类对应的表明呢 我已经生成了 但是你现在去找这个book test 2 book 4 它没有 没有的话 它就会给你报一个错误 报一个错误 好 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之前的一个学生呢 已经遇到了 就是在他里面公司的时候呢 老板呢 让他去做这自己呢 做一个项目 那么做完之后呢 过了几天之后 老板一看 你这个应用啊 这个名字 起的什么名字 你把它改一下 但是它的这个模型类对应的表明呢 已经都生 对应的表呢 已经都生成了啊 就出现了我们所说的这种问题 那么为了解决这种问题 我们该怎么做啊 就是我们让我们模型类对应的表明 不依赖于这个应用的名字 怎么做啊 我们就需要呢 去指定表明 指定表明的话 你就需要呢 去通过我们所讲的这个原选项啊 那么怎么用 就是在模型类里面去定一个原类 那么这个原类呢 怎么定义啊 就是class啊 在模型里面再定一个类 这个类呢 叫做原类 它的名字呢 叫做mental 然后在mental里面呢 指定一个类属性 叫做db table啊 通过db table 指定我们上面的这个模型类 它所对应的表明 比如说我的表明呢 就叫对应的表明呢 我就叫做播客音访啊 那么这里面就是指定啊 模型类 那么对应的表明啊 对应的表明啊 OK 那么你注意这个类的名字呢 就叫mental 并且呢 这个db下方线table呢 这个类属性 它就叫做db下方线table 这里面都是固定的啊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了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啊 模型原选项 指定表明 那么这个是我们大家 你必须要会的啊 因为我们工作里面一直在用 好 现在呢 我指定它的表明之后 对吧 我们数据库这个表的名字呢 它还没有变化啊 稍 kbox对吧 哎 那么现在呢 我要重新的去做一下 迁移 哎 退出这个终端啊 直接是pathon managerp1make啊 migrations 然后在这里面 好 这里面出了一个错误 对吧 哎 那猫的内容book test啊 那么我这个名字改了 我要把它改回来啊 直接在我们这里面 找到这个里面 哎 把这个还改回我们的book test啊 ok 那把它改回来之后呢 我们重新做迁移啊 回车 好 生成迁移文件 然后呢 pathon managerp1 写上一个 migrate啊 ok 迁移完成 那么回过头来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数据库里面的表 shout tables啊 好 你去看一下 哎 是不是这个表明就变化了 对吧 哎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指定模型类对应的表明 你一旦这样指定之后啊 这个模型类对应的表明呢 它就不依赖于你这个应用的名字了啊 不依赖你应用的名字了 ok啊 那么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这个地区表的时候 之前呢 我们应该给大家发过一个地区表的文件对吧 那么这个文件里面 你注意啊 你们的这个文件里面这个表明呢 它叫做 avers 对吧 它叫做avers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我去创建这个模型类的时候呢 我没有指定它的表明 所以呢 我的这个地区模型类啊 我的地区模型类 它所对应的表明呢 就叫做booktest error info 那么如果你们自己去创建这个类的话 你们如果不想改你们的这个circle语气里面的表明 那你就需要呢 在这个里面呢 去指定表明class class啊 直接 创建一个原类 门头 然后呢 db table 指定表明就到 avers 对吧 那么我在这里面呢 我的里面呢 我没有指定它的表明啊 所以呢 我这一部分 我把它注视点啊 我只是给你们说一下啊 知道有这个东西 OK啊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原类 啊 原选项啊 指定表明